還有有人想追蹤問你的偷博 6110、XROOM10 現價就高於家鄉價 究竟是高了不買還是還可以追? 這個有兩個角度 現在我最喜歡搭偷博 因為回家鄉終於有錢賺了 最開心的因為之前七隻裡面 是輸一隻,真的很不甘心 你拉雲七隻我都可以大大聲 但輸一隻你一吹我就說 因為你趕得多厲害,你偷博怎樣? 現在又可以認了,今早8.8了 讓我問一下 回來了 答案是什麼呢? 未到目標價的 但是未到目標價,理論上都是可以買的 不過因為始終都去到8.8 比起我們8.8.2也升了一點 那你的上升空間自然就少了 第二,它的短期真的升得很急 我也估計不到 你想想2月9日低位 6.8.7 2月9日6.8.7 今天也是2月而已,我沒記錯 不夠一個,兩個星期而已 兩個星期由6.8.7 升到今早最高8.8 你不怕我都不好意思叫你現價買了 所以我又這樣問了 之前8元吹了雞,落到7元捱打 你又不買,8.8就去追 不是不升,不過短期風險低,風險大很多 所以原則上 如果12月9日沒病沒痛,我說8元買的 8.8至8.2,我沒得特別改 我都會回答,現在就是8.8 不過,其實我可以解釋 其實我兩天前都解釋了 我覺得是會升的 有四個原因 因為最早一次跌 我沒記錯應該是12月的時間 有一棍是偶下來 因為公佈了第三季財政年度 是說著去年9月至11月 其實出貨量是很可怕,跌了 沒錯,沒記錯跌了兩成 那我告訴大家,在未來三至六個月 會有四個出貨 就是第一,當它公佈了 12月1月和2月出貨量 都很肯定會比第三季度明顯上升 第二,我夜觀星象覺得 除了LIKI和Adidas之外 應該在今年裏面有機會公佈 是會代理另一間 這個所謂的中資品牌的一些體育用品 第三,新疆棉事件 令大家很喜歡這個所謂的本土品牌 但事過境遷 過了半年,過了九個月 我想大家都會淡化這件事 理性去看的話 LIKI和Adidas在質素和設計方面 是有一個有性之處的 所以我覺得 隨著新疆棉事件的淡化 應該市場份額是會有一個回升 第四,就是因為之前有一個大問題 LIKI和Adidas 有些廠可能在東南亞受到疫情拖累 我們叫供應有一個瓶頸 有一個供應的瓶頸 有一個瓶頸 但這件事就好像初步是淡化了 那麼你市場又沒有了新疆棉的憂慮 又想買回LIKI和Adidas 你供貨量又OK了 然後你相對前一季度 你的出貨量又會增加了 又是一個未來六個月潛在 多一個品牌效應 哇,想起都很棒了 所以為什麼當時 就算跌到六個八個七 我也沒有踢他走 做七小楓 繼續顧著這個不生性的兒子 是總有一些原因的 那麼現在升了上來 但是升了上來 會不會都已經反映了 剛才我所說的四個因素的一至三呢 我覺得有機會了 所以唯有等了 那我們維持8元8.2元 我覺得一間公司值多少錢就是值多少錢 不會因為它升了 就叫大家告追 因為總出事而已 就是升到8.8元 我叫你8.6元 升到9元叫你8.8元 那麼除了我在疫情之下的體重 會不斷增加之外 所有東西都有上有下的嘛 你升了就不行了 所以我覺得維持8.2元 寧願賣不到 是 嗯,對 那就好過買完後悔了 又來問怎麼辦 謝謝 uan ��세요 阿日 你 那 我 看到 還 我 按摩